看它这个ACC 真的比汉好用 废话不择修 续航来一波 兄弟们上期 那我们跑了驱逐电05的 纯电续航 打了一个92折 那它的亏电油耗情况 又怎么样呢 开测 纯电只有7公里的续航了 然后加满油表现是 1115的燃油续航 之前我看有朋友说 驱逐舰 即便是在亏电状态下 油耗都非常的低 跑出去路段 基本上是百公里三临紧升 高速的话是百公里4个出头 我验证一下 我现在上高速了 谁都不要拦我 好像也没人拦我 OK 上高速了 我们跑起来咯 明明你别吃了 每次坐在后排就是吃吃吃 你都不看见你过个年 碰成啥样了 都赶上大状了 我想试试它的ACC怎么样 OK 开起来了 你看它这个ACC 你看它这个方向盘的微调 我居然觉得它真的比汉好用 我跟你说 区别不是还能大 哦 换得好 070秒3 对于这个价位 这个级别的车来说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我们试试加速吧 直接80到120啊 来 一脚下去 走 哦 听到发动机介入的轰鸣声没有 它整个加速其实很线性啊 整个油门的调校也是比较舒服的 我开车的人不是湿就是睡 你快乐 我不快乐 有人高兴 有人哭泣 起床了 明明 I am one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叫醒你吗 明明要买单了 明明是我的夫妻 明明买单 小姐们 收工了 这台亏电状态下的驱逐舰跑了137公里 加奶油是4.23升 这么省哟 百公里才三升的油耗吗 那大家对这台驱逐舰的 亏电油耗成绩还满意吗 大家还想看点台车的测评 听众区 at我 拜拜